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华健不像 春华健很像 我猜错把眼镜吃掉 他的音色很像 梁静茹不像 最后不是李健本人的话 我就起身走人 我告诉你 肯定是李健 我个人就是奔着李健来的 你知道人老的都会这样 女人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直觉 他的声音比较像当年的齐琴 现在的齐琴声音更厚重 我觉得章语太像了 章语刚刚那个真的是很像 孙燕姿那个真的有点像 六号不是孙燕姿的话 我就起地走人 我就是奔着你来的 完大了呗你们 好恐怖 好期待啊 神秘面具人 粉末登场 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又是为何而来 本期原唱歌手的真面目 即将揭晓 谁是大歌神 竖起耳朵听 欢迎收看全国首到 大型经典音乐悬疑推理节目 谁是大歌神 格桑权幸福水 本栏目是由西藏好水 5100格桑权独家冠名播出 节目歌曲 QB音乐选送 QB音乐听我想听的歌 我们这个舞台上 拥有的不光是推理和悬疑 更重要的是梦想和力量 而且要欢迎我们 超热情的观众朋友 和我们超一线的 明星猜评团的成员 有请明星猜评团豪华阵容 内地影坛 麻辣女神 明镜 亚洲华语音乐创作大师 黄国伦 红遍网络断网页 薛之谦 著名节目主持人 沈灵 偶像团体SAH48 李毅童 中华俱护羊耳朵 吴孟天 国民大哨 万思维 花千古小仙女 暴天琪 国民媳妇 黄曼 宅男女神 叶子轩 音乐才女 杨磊 葛桑权 幸福水 本栏目由西藏好水 5100葛桑权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 深透湖水 澎湃宝石 自然糖冰激水 特约播出 节目歌曲由 QB音乐选送 QB音乐 听我想听的歌 谢谢大家 到底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谁是大歌神的舞台 是哪位原唱歌神 清零现场呢 谁是大歌神 竖起耳朵听 好期待 掌声欢迎 谁是大歌神 原唱歌神 好期待 谢谢 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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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与首 两人黄金夫妻党 成为歌坛一段佳话 用心良苦的出现 创造了事业顶峰 拿下台湾销量80万张 专期月亮太阳 突破亚洲地区销量500万大关 出道至今 口碑蒸蒸日商 极具爆发力 又兼具细腻情感的与世情歌 独树一支 主持歌唱多期发展 最佳音乐唱作人 章鱼 章鱼的城堡 谢谢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章鱼歌 各位大歌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跟章鱼有特殊的关系 我是他爸爸 我是他爸爸 叫爸爸 玩这么大 好 关于这件事情 其实要催促到大概40年前的时候 什么40年前 50年前 不要闹了 其实这有一次 我们在合作演短剧的时候 他刚好饰演我的爸爸 那为什么国乐老师那么有影呢 戏都演完了 怎么还叫人家叫爸爸 因为那一次网络视频一放以后 好多人都说 你真的是唱你的爸爸 我说你瞎了吗 还有人真的信对不对 然后你不能说因为他头跟我一样大 就说他是我儿子 张宇我觉得是华人乐坛中最有标志性声音的人 真的 谢谢 他的声音我觉得真的化成灰我们都认识了 其实我的声音会变成今天这副德性 是因为以前在餐厅唱歌的时候 我的偶像叫罗大佑 所以我模仿他的声音 结果后来变成四不像 就变成现在这种声音 但是我本来的声音其实比较像费玉琴 不 现在你搞笑了 你跟费玉琴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跳呀跳过山啊 跳呀跳过山啊 我认为这是罗大佑唱费玉琴 好 接下来要听好我们的规则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正式的敬演 我们现场有十一位明星猜评团 和我们八十九位大众猜评团 组成百人投票团 我们的雨歌原唱歌声和五位磨唱歌手 进行对决 每一轮他们会在我们的敬演门后 轮流演唱 现场的一百位猜评团的成员 就要来听声辨认 投票认为他就是张雨声音的那个号码 每一轮得票最少的那一位将会淘汰 好 雨歌现在又卸了底气吗 压力很大 真的压力很大 这个其实一开始如果就被淘汰 还蛮丢脸的 万一今天我们节目第二期就发生了 第一轮被淘汰原唱歌神 你如何应对 早点收工嘛就 就 反正这个人生起起伏风 对 总是有高峰也有低潮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当作是我人生的一种警惕 回去好好的跟我父亲再讨交 儿子 节目才刚开始就发表告别感觉了吗 对 我认为你不会被淘汰 但是我总是不好意思 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 张雨现在请问到底谁是白发人 不 我来讲一句话好不好 我觉得张雨老师他的特色 你可以模仿他的声音 但是你很难模仿他的神韵 因为张雨是有历殿 有生命故事的人 国伦老师刚才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声音也许可以模仿 但是神韵很难 但是我们的节目好看就是 门关上根本看不到神韵 只能竖起耳朵听 千千 一句话来表达你的信心 我跟你说 我小时候一直听雨哥的专辑的 我应该不会拆他错 我应该不会拆他错 我这局敢赌 这样好不好 国伦老师 你上次也跟我赌了 这一轮如果下一轮雨哥出来 我拆错 我把眼镜吃掉 我把眼镜吃掉 不要闹了 眼镜怎么吃 我第一个开个好头好不好 当场当所有人都没有把眼镜吃掉 就玩这么大 我下一轮一定猜对 开玩笑 千千 你讲话要算话 我们上一次讲讲就算 但是你吃眼镜都不能乱讲 讲话算话 一个定一个 就是这么有信心 我们观众从来不嫌年轻人狠了吧 从来不嫌事儿大 但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有 对吧 好了 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耳朵 因为我们第一轮静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先来看看第一轮的静演曲目是 我依然能指定 忍不住生气 很难过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 你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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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图会员正好是我们 谁是大歌神的音乐总监 他是听海的作者 厉害 谢谢大家的掌声 我相信图老师应该已经收到你们的祝福了 在五位张语的磨唱者中惊现一位特殊的来宾 隐藏在面具背后的神秘歌者到底会是谁 一样的 再次来跟各位强调一下我们的规则 我们的原唱歌声和五位磨唱歌手已经在门后面就位了 音乐开始以后他们会轮流演唱 演唱結束以後 我們11位明星猜評團 和89位大眾猜評團進行投票 投給你認為是張宇聲音的那個號碼 票數最低的那一位 將在這一輪被無情地淘汰 好了 到各位真正尋找張宇聲音的時刻 第一輪競演開始 你給我一場戲 你看著我努力 被你從心底剝落的感情 懂得不知怎麼捨棄 不要這場情意 不要問我結局 心底的專屬和臉上的笑容 嘲笑何而萬一 遲遲不能相信 就看著說自己和自己分離 和心虛淡淡的愛情在哪裡 我一眼淡淡 忍不住傷心 和亮不住愛或不愛之間的執念 你一個月中 明白你的決定 你一個月中 明白你的決定 不再勉強你 只好為談自己 我為談我自己 我為談我自己 我一眼淡淡淡 忍不住傷心 和亮不住愛或不愛之間的距離 你一個月中 明白你的愛 你一個月中 明白你的決定 你一個月中 明白你的決定 我一眼淡淡淡 忍不住傷心 我為談我自己 好了 到我們現場一百位 猜評團成員投票的時刻 請投出你認為是張宇聲音的號碼 請投票 3 2 1 投票結束 我覺得就是3號 我剛剛非常胸有成竹 聽完以後 我真的沒有底氣耶 我說實在 除了24以外 其他人都還蠻像 但是我覺得 所有的東西不是靠感覺 我來這個節目是靠分析 科學 音樂是科學 聲音三個東西組成的 頻率 正伏 斜坡 頻率是音色的高低 聲音的高低 正伏是音量的大小 斜坡是音色 我覺得這三個 24不可能 但是1 3 6都有可能 對啊 我告訴你 其實聽他那麼多話 一點用都沒有 你在幹什麼 聽他那麼多話 我現在火氣很大 我告訴你 我現在就是很有信心 但是我告訴你 不是1號就是3號 不是3號就是6號 不是6號就是5號 這四個裡面肯定有一個 咱們倆這樣子好不好 咱們倆今天不能選一個 選一個 願賭服輸 我今天就選1號 我讓你3號 你年紀大嘛 晚輩讓前輩嘛 我告訴你就是1號 你就準備吃眼鏡 張宇在3號門 一定在3號門 那如果在5號門 要不然我愛他有多深 就看我猜得準不準 好 3號 張宇 好了 現在我們馬上來公佈 6號門他分別的票數 在這一輪當中 票數最低的那一位 將會被淘汰 首先我們來看看 1號門他獲得的票數是 你給我一場戲 你看著我如明 請出票 17票 沈琳投的是1號門 對嗎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2號門 不要這場情 不要問我解決 2號門請出票 8票 2號還有8票 1號門安全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3號門 不難小心 只看著想自己和自己分離 3號門請出票 35票 4號門 目前最高票 最好高 有戲 來看看4號門 4號門的票數是 請出票 5票 終於有人選4號了 剛才宇哥說有人投到4號門 剛才宇哥說有人投到4號門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 終於有人投4號門 終於有人選4號了 不 我們來看看5號門 到底會得幾票呢 你說你的心不再微熱入心 從哪裡開始 請出票 22票 接下來就最後的6號門了 請出票 請出票 13票 在這一輪當中 首先要被淘汰的就是我們的4號門 玩大了 你們 好恐怖 好恐怖 我 陳歡 我覺得你不要做梗了 對 好無聊 對 快點 心臟下不洗的 你趕緊來 來吧 有請4號門 開門 開門 可以 我 對 你 真的 誠意 那他們 嚇死人了 真是的 太壞了 你 跟我們來介紹一下你自己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宿舍歌王張宇 我的名字叫 趙曉凱 来自山西 是一名在校大四学生 因为我是学音乐的 所以我就自己买了一个 像广场舞上那样 流浪歌手拿的那种 拉杆式的音箱 放在宿舍里 每天对着我那个音箱 就唱啊唱啊唱啊唱 经常接到同学们 向我们的辅导员 投诉啊干嘛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我就特别喜欢音乐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要坚持唱下去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要欢迎出我们的原唱歌声 我们的原唱歌声 到底在几号门呢 一号啦 来吧 请揭晓 欢迎宇哥 三号 耶耶耶耶耶 三号 刚才那个五号 好像是五号是不是 其实还 我自己听到他的声音 我自己還嚇了一跳 你說你的心不再溫熱如新 張宇 爸爸以你為榮 我這樣講張宇 我現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是我猜對了 憂是薛志謙猜錯了 我憂是他賭他要吃眼鏡 但是千千我要告訴你 我也一個音樂人的前輩 我覺得你不用賭那麼大 我們會原諒你的 你不用吃眼鏡 要說到做到 其實算了 認賭服輸嗎 很簡單的事情 說了要吃眼鏡對吧 你要幹嘛 不要吧 你要幹嘛 我玩那麼大 幹嘛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真假的 假的 不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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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吃了 吃了 不行吧 不會中毒吧 思維那一副眼鏡是你的 我呢 不行了 看什麼看 是不是說到做到 沒有想不開 不是這個下面還有他的頭油 壞了120 等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頭油啊你都吃掉了 哎呀 張宇要不要吃一口 天啊 黑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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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無論如何 我們這千千說到做到 他現場真的吃眼鏡 我們掌聲鼓勵他 哇塞 厲害 你很有腫 你們有沒有考慮過 我們張宇老師的感受 節目錄到一半大家餓了 然後拿下身上的露燕就開始吃了 那我先停棚一下 好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第二輪的禁言曲目是 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愛跟誰就跟誰出去 沒關係 墮落 沒關係 你又是假如快樂的全力 沒關係 純粹 沒關係 使我不會說天明 沒關係 怎樣都沒關係 大不了不要在一起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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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呢是一九九九年 與一直下專輯的 作詞 西郎 好幸福喔 怎麼那麼甜蜜呢 沒有 錢自己賺麻煩 據說還專門練了舞呢 這首歌 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支舞蹈 也是唯一的一支 因為那個拍完這支MV之後呢 這個舞蹈老師就辭職不幹 可是我覺得這個舞蹈看起來簡單 有點妞妞舞 妞妞舞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我心裡面有一點 不太實際的幻覺 因為其實在那個年代 在那個時候 其實有一首歌是最有名的 有一個歌 有一個拉丁歌神 對不對 Ricky Ricky Martin 對 那時候就覺得 哇 他那個全身的肌肉有沒有 那個動感的那個樣子 我就很想轉型 我們插個話好不好 薛之謙在我旁邊一直吃 有打擾我 給他一個老乾媽好不好 配一下吧 沒事 等一下 味道怎麼樣 味道現在怎麼樣 你管我 你管你錄節目就好了 說完吃掉就吃掉了 怎麼吃完了脾氣變差了呢 你吃脾氣能好啊 來一段好不好 來一段吧 還記得嗎 來一段吧 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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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帥 很帥啊 其實我自己真的記不太起來 因為你也是拍完MV之後 就從來沒有再跳過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馬上 要進入到我們的 第二輪的競演了 雨哥準備好了嗎 就這首歌啊 對啊 哇 這歌很久沒唱 希望還能夠維持那個節奏感 記住 這首歌 節奏感 Ricky Martin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重要 誰有唱出那個 Ricky Martin的感覺 那個就是我 好 這其實也是提醒了 我們後面身後的其他 四位磨唱歌手 一定要唱出 Ricky Martin的那個感覺 對 來吧 原唱歌神請就位 我們再次來強調一下規則 在我身後呢 有四位磨唱歌手 和我們的原唱歌手 在我們的歌曲 第一段演唱結束以後 我們現場 一百位蔡平台的成員 就要進行投票 投給你認為 就是張宇聲音的那個號碼 最終得票最低的那一位 將在我們第二輪競演之後 離開舞台 誰是大歌神 豎其耳朵聽 第二輪競演 開始 神秘歌者悄然登場 他到底是誰 又為何而來 讓我們拭目以待 一首也一個看法 哪多麼天心 我們懂得讓你開心 和他一起 和他一起 永遠都有說不完的話題 還有那一輝過 只有的聲音 難免對他充滿好奇 忍住男人 偷容讓人 照避到心裡 我已經不懂你 你還想要什麼自己 我多問一句 你就迴避 我說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愛跟誰就跟誰出去 沒關係 墮落沒關係 你都是找快樂的權利 沒關係 沒關係 純粹沒關係 使我不會說甜言明 沒關係 怎樣都沒關係 大不了不要在一起 我們的原唱歌聲張宇 到底在哪一個門背後呢 請我們現場一百位 猜評團的成員 拿出投票器 投票 開始 3 2 1 投票 結束 我們來聽聽明星猜評團 各位的意見 你們投給了誰呢 雖然我上一輪猜的那個 是第一個被淘汰的 但我感覺 2號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超級超級超級不像 我覺得 有可能是張英老師 作為一個歌手和主持人 他故意地在鬧 我覺得應該是2號 我覺得完全不像他的聲音 但我覺得是不是他自己公益地在裝 就想讓我們猜錯 好 這時候我該說話了 歪國人 我想走 我認為 張宇在這個節目上就是歌神 歌神不需要搞到好像自己不會唱歌 但是我覺得2號 感覺 就是 他的拍子 我講的叫做 Grooving Grooving 他的意思就是一種節奏律動的Feel 這首歌是拉丁 所以他是要有這種Feel 而且他有很多切分音 拉拍的感覺 2號沒有Grooving 我覺得5號的可能性很高 因為他出來的聲音 非常有那一種穿透力 他有抓到節奏感跟那個呼吸的氣息 我賭5號 但是我就跟你選的不一樣 你選5號我就選4號 就是4號 這次你賭什麼 這一輪賭不賭了 千千 吃得夠飽了吧 我吃都吃完了怕他 千千 你現在舌頭都是黑的 你還要再賭嗎 要搶緊路啊 我跟你講這樣我覺得 他這種人就是愛賭 但是我也很喜歡他 願賭服輸 我這個人就是不賭 可是我就喜歡看你賭 聽我的準沒錯 如果我選錯 薛正先退出演藝圈 不能這樣好不好 我一個人賭神經病啊 你 我有病啊 啊 跟自己賭好開心喔 我輸了 我贏了 他說神經病啊 我就覺得千千 你蠻像神經病耶 有正常人會吃眼睛嗎 這樣千千 如果你輸了 你讀什麼 我讀什麼 我再吃一副眼睛好不好 好 還好啊 好的 其實還是毅然延續 國論老師剛才的觀點 1號 2號不太可能 3號 4號 5號都有可能 幾號說快說幾號 當然345最像 女人我講了我的直覺很強大 我肯定不會猜錯 我選的是5號 我和國論老師選的一樣 所以包括我們國論老師都認為 345 5號 5號的可能性最大 就是我們的原唱歌神 張宇老師對不對 1號 2號都沒可能對吧 我可以很肯定的是1號 2號不是 1號比較像20年前的雨歌 2號像20年之後的雨歌 所以就是這兩個 我首先就排除了 345真的他們是輪番接著唱 最後就是我腦袋整個蒙了 在最後說要做選擇的那一刻 我是蒙的摁了5號 好 我覺得3號是最 拿得最穩 而且最像的 我來問一個問題 因為既然張宇想發聲 因為一般的歌神是不能發聲 我問他一個問題 我就知道他在幾號 兒子 你在幾號 這麼有技術含量的提問 爸爸 爸爸 我在大號 這個得分 這個得分 那你還要多久 叔叔 先坐一下 等他結束了自然會出來 我覺得雨歌在大號碼 所以是3號 4號 5號中間的一個 什麼叫雨歌在大號 聽懂了 聽懂了 我是比較大的號碼 比較大的號碼 哦 他有玄機的 當我們音樂響起的時候 大門就會打開 各位 你的選擇是否正確 在那一刻 就能被驗證 第二輪敬演 謝謝 繼續 謝謝 繼續 對 好 好 就回避 我说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爱跟谁就跟谁主持 没关系 走路没关系 你有心潮快乐的潜力 没关系 沉醉没关系 是我不会说的月明语 没关系 怎样都没关系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爱跟谁就跟谁主持 没关系 堕落没关系 你有心潮快乐的潜力 没关系 纯粹没关系 是我不会说甜言语 没关系 怎样都没关系 再来不了 不要在一起 我不得了 张宇你耍我们 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 已经不好玩了 作为一个歌神不能乱唱 对 静姐 我觉得她故意这样反而是好的 真的 因为她很让我们难猜 连天天都是猜得到 林静我跟你讲 张宇现在讲更可能 第一个是乱唱 第二个是她退步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一定老实交代 我现在出来又唱一次给你听 是不是我 我不相信 你确定在后面没有再换房间吗 没有 我觉得我们要听一下 宇哥本人怎么来说 刚才那段演唱 对 我要听听唱 黄老师 你不要激动 现在宇哥开始可以要 为自己辩护一下 我不用辩护 真的没有人猜我 万一把你投出去了怎么办 对 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 你已经投出去了 可是我可以 这样你就输掉了很尴尬 冷静一点 没有 可是刚刚我讲的一件事情 张宇 我认出你的音色 对 但是我心目中的张宇 不会唱歌唱成这个样子 郭文老师冷静一下 消消气 为什么一号门没出来 一号门没出来 所以要重录一次吗 是一号门坏掉了 他们没有开门 你说美的他发了多么贴心 我磨动得让你开心 和他一起 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等一下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 等等 我这里有些话要说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你们能猜到我是谁吗 我们猜不到你最不像就对了 我知道张宇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哇 难道是他的老婆十一郎 他的成名曲 里面也有我的歌声 我们曾经在客厅里面 一起看着电影 还一起偷偷掉眼泪 掉眼泪 还有我们一起打小白球的时候呢 没我发现他用我的球杆 打得比较好 打得比较好 这个 这个其实讲到打球 其实跟我一起打球的朋友 并不多 我希望用回我原来的声音 我有些话想对张宇说 在我感情失忆低潮的时候 他为我写了人生的第一首主打歌 他声音变了 当时在车子里面 所有听到歌的人都哭了 好几次我的演唱会 他都排除万难 当我的嘉宾 我一直放在心上 在我父亲离开的时候 他很够意思的 推了通告来送他一程 这是我印象深刻 我也铭记在心的 就我要借由今天这个特别的方式 好好地向这位老兄弟 表达一份感谢之意 我知道他是谁的 天空也下之声 天空也下之声 谁还带我牵挂 来 我没办法 欢迎游鸿鸣 请开一号门 掌声有请 哥哨哀 欢迎著名歌手 有鸿鸣 大家好 张宇 你知道 今天是什么节目吗 知道 就是你跟鸿鸣玩没有意见 因为你们两年怎么玩 可是我们没跟你玩过 不是 这一咖老师还在搁梗你回来 他猜错了 他猜错就猜错 重点是 就是你這麼一玩 你恐怕會把自己玩死 哎呦 因為聽過一個成語 叫做玩火自焚 如果連我都猜不到你 但是我 那怎麼辦 如果你萬一被淘汰怎麼辦 你太不了解張宇了 他覺得玩死就玩死 他可以少唱三首歌 何樂而不為呢 接下來馬上要請各位 回到靜眼門前公布票數了 但是我們更關注的是 有可能我們的原唱歌聲 張宇在第二輪 真的會被他的好兄弟淘汰掉 你玩得這麼兇 你看 我只是不像 你是已經是玩太兇了 怎麼辦 好 養個爛蘋果 到底哪一個更爛的 現在我們就要來公布一下 五位最終的得票 現場一百位 我們的菜品團的成員 到底投了多少票給我 我們的原唱歌聲二號張宇 而我們的好兄弟 今天給我們的原唱歌聲 一份巨大驚喜的 由鴻鳴又會得多少票呢 首先我們先來揭曉的是 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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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的票數是 請出票 四十七票 五號 最終的票數是 請出票 四十七票 一半耶 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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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24票 四號門和我們的五號門 兩位磨唱歌手他們加起來的票數 已經達到了71票 也就是說剩下的三位分到29票 我們的原唱歌神有可能被淘汰 這一輪真的危險 馬上要來公布的是我們三號門 我已經不懂你 你還想用什麼刺激 三二一請出票 十五票 我現在看到一個場景 我覺得張宇你跟游泳鳴兩個人加起來就是難兄難弟 大家在別的節目應該有史以來也是第一次看到兩位歌神級別的男神 居然和我們的磨唱歌手 在同一個舞台上 最後一百票只剩下了十幾票 為了這個節目犧牲真是太大了 犧牲到頭髮都白了 對啊 千萬要留給張宇留下來 他如果走了 我留在這邊也沒什麼意思 你代替張宇 沒關係啦 我們下班起來會變成游泳鳴專長 對 我不是說活著 這個建議非常好 你什麼意思啊 好了各位 這一輪我們的原唱歌神張宇是否會被自己淘汰 二號門請出票 格桑全幸福水本欄目由西藏好水5100格桑全獨家冠名播出 二號門請出票 七票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的原唱歌神獲得的是七票 那就是說有可能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會出現平局的結果 你說要一個看法哪多麼貼心 多麼動的讓你開心 不一號門游泳鳴的票數請出票 五票 五票 恭喜 現場有兩位猜評團的成員選擇了棄權 恭喜我們對宇哥在一輪有驚無險射險破關 謝謝 我不會再 來有請二位 有請二位 剛才到那一刻是不是真的為自己捏了一把汗 真的嚇到 其實因為我剛才後面玩的時候 然後你們都猜不出來我還很高興 我一直在對鏡頭的時候 結果後來發現真的沒有人猜出來的時候 其實心裡面會有點怕 今天真的多虧游泳鳴千里迢迢到這來擋了一刀 要不然宇哥就走了 下一輪沒有游泳鳴 你會好好唱嗎 但是下一輪依然有游泳鳴 但是他不作為我們的靜眼嘉賓 而是做我們的明星猜評團的成員 可以幫助我們一百位猜評團成員 共同來選出我們的宇哥到底在哪裡 來 掌聲 有請我們的游泳鳴大哥 謝謝 謝謝 好好唱 不要再玩了 各位 我們依然要豎起耳朵聽 因為接下來呢 為了給各位增加一些難度 同時給我們的磨唱選手增加一些難度 之前我們唱的每一首靜眼歌曲 都是我們宇哥自己的主打歌曲 而下一首是一首翻唱歌曲 來吧 我們來看一看 第三輪的靜眼曲目是 可以永遠向著扮演你的陪腳 在你的背後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成長 我沒有非要一起到老 太好聽了這首歌 音樂相機絕對是經典中的經典 大家會奇怪 為什麼這首歌是翻唱的 其實這首歌一開始 並不是幫阿妹寫的 一開始是幫納英寫的 那納英寫完了之後呢 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很久沒有來要歌 我也就忘記納英曾經 要過這首歌的這件事情 我也忘記了我幫他寫了這個歌 但這首歌是為他準備的對不對 對 但是後來呢 阿妹的經紀人打電話來邀歌的時候呢 我就在想 我記得好像有一首歌 要弄出來唱 我覺得阿妹唱太適合了 簡直就是為他量身訂做 所以我就把這首歌就給阿妹唱 但是其實很奇妙就是說 在給阿妹唱的同時 譬如說今天早上快遞過去 那時候只有快遞 還沒有辦法用的時候 快遞過去的時候 然後下午 納英的經紀人電話就來了 啊 這麼巧 我完全傻眼你知道嗎 納英的經紀人打電話來說 誒 雨哥 然後那個歌寫好了沒有 寫好了 我晚上就送過去 掛完電話馬上鋼琴前後就開始寫 然後五分鐘就寫完了 真假的 就是辛酸的浪漫 那十一郎會不會改你的曲 譬如說老公 這一句我沒有辦法寫 你改一個melody 一定會 會不會 他會這樣做啊 而且他從來都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都不問了 對 他就直接就改了 對啊 接下來馬上來開始我們下一輪 第三輪的一個競演 有請我們的原唱歌神 請就位 在這一個環節當中 我們三位磨唱歌手 和我們的原唱歌神張宇 將會分別唱他們部分的歌曲 在歌曲的肩奏的部分 需要我們現場 一百位 猜評團的成員 進行投票 同樣 你要投給認為 是張宇 聲音的那個號碼 得票最低的那一位 將在我們第三輪被淘汰 誰是大哥神 豎其耳朵聽第三輪競演 開始 到後來才發現愛你是一種習慣 我學會和你說一樣的話 我學會和你說一樣的話 你總是讓我在愛你身旁 說幸福該是什麼模樣 你給我的天堂 其實是你別忘了 其實是你別忘了 要是我早可以何地遇到兩端 我們就不必在愛裡勉強 可是我真的不夠勇敢 可是我真的不夠勇敢 曾為你天堂為你心軟 已經像愛一場 不要全心裡帶著傷 我可以永遠下著 買了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後自己炫耀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趁早 我沒有非要一起到老 我可以不問感覺繼續為愛討好 冷眼地看著你的驕傲 若有幾太難了 想別人要尋找 就算別人的擁抱 忘了就好 好了 各位現場 我們一百位賽評團的朋友 現在到了你們投票的時間了 在我們尖奏的部分 拿進的投票器 投給你認為是張宇聲音的那個號碼 投票開始 三 二 二 一 投票結束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道連斷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道連斷 我們 我們就不必在愛里面想 可是我真的不夠勇敢 總為你擔得唯一的希望 一切相愛一場 不要心心裡太折削 我可以永遠笑著扮演你的陪家 我可以永遠笑著扮演你的陪家 在你的背後自己煎熟 在你的背後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承造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承造 我沒有必要一起到老 我可以永遠都能 我可以永遠都看著 繼續為愛 偷好 冷夜的看著你的驕傲 如果有情太難了 想別人要爭吵 就算比電力的擁抱 忘了就好 我可以用我感觉继续玩爱讨好 很严格看着你的脚 若有情太难了 想变得要争造 就算别严厉的拥抱 忘了就好 这一轮鸿鸣歌不在中间难猜多了 喂 什么意思啊 不可能的 其实你的声音今天刚来唱的时候特别松弛 可是别人都唱章语很苦情的方式 你唱得松弛 然后我就觉得松弛不太像章语 他应该硬一点 所以国伦老师你的选择是 猜对了 4号 他们三位目前造成我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 上一轮真是的 47票 对 那我其实现在比较想知道的是 到底我们这一轮投票的状况是怎样 所以宇哥还有我们的三位磨唱歌手 请到敬眼门前就位 接下来第三轮竞演的淘汰马上就要开始了 因为在四位当中投票得票最低的那一位 将在这一轮离开我们的舞台 首先我们来揭晓的是 三号在上一轮他得到了最高票 47票将近一半的票数 这一轮我们来看看三号获得的票数是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陪奖 在你的背后仔细煎熬 请出票 这个赢了 已经超过一半了 但是我想说宇哥还有一丝希望 请为我们揭晓原唱歌神四号门的票数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承造 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 请出票 票数是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章语了 那个就是现在的章语歌 特别有意思 都真的太像了 太像了 这个没办法 格桑拳幸福水 本栏目由西藏好水 5100格桑拳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 深透补水 澎湃保湿 自然糖冰激水 特约播出 请为我们揭晓 原唱歌神四号门的票数 票数是 几票 42票 接下来我们同时一起来看他们两个人的票数 请出票 四票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 直步于此的是我们的二号 有请我们的二号和我们的原唱歌神 其实也是因为有梦想才来到这个舞台 请撕下你的名牌 并且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眼镜片章语 我叫谢锐 今年28岁来自吉林长春 跟我们说说眼镜片章语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我在这个眼镜片厂是做这个出厂工作的 你每天大概装多少副眼镜 每天装四五百箱 四五百箱 对 其实喜欢宇哥真的好多年了 我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唱宇哥的歌 我也其实也很开心 就是说我的歌可以陪伴着某部分的人 去经过他们的人生 过他们的体验 那其实我也很开心 今天可以跟你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谢谢你 谢谢 谢锐 自信地面对你未来的路 好吗 谢谢你参与到我们随时大歌声的节目 好 我们掌声欢送一下谢锐 谢谢你 其实每一轮送走一位我们的磨唱歌手 其实代表着我们的宇哥压力会越来越大 因为刚才看到了 在上一轮最高票并不是你 对 怎么搞的呢 我必须要再转景一点 我给你一个诚心建议好不好 张宇 我觉得你要为自己扳回一层 等一下唱这首歌 稍微重现CD样式的时代张宇 因为你知道吗 你是大哥神 结果你今天三轮都没有达到最高分 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轮 静言曲目是 我承认都是夜亮热的火 太阳的夜色太美 太温柔 才会在刹那之间 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我承认都是食言热的火 天黑死堂如蜜 说来最动人 再怎么幸福 感觉也沉扰之楼 不得了啊 这首歌一放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 全场全炸了 而且我们知道这首歌 当时其实你的这个专辑卖到了全亚洲地区 突破了五百万张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 这首歌的作词是 萧十一郎 十一郎 干嘛每一首歌都要提作词啊 为什么你跟十一郎的爱情生活这么幸福 可是他写出来歌词 一个比一个悲 一个比一个苦 对 这个灵感是你在折磨他 还是说谁给了他这个灵感吗 就是张宇哥都做了些什么 对 其实你看月亮人的祸的歌词 其实它不是苦情歌 它是很美满的一首歌曲 那时候是因为我在 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在开车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真的很大的月亮 那个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月亮 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上面 就正对着我们这样很大的月亮 然后我就说那 那我们就来写一首 见证我们结婚的歌曲好了 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月亮人的祸 就是为什么认识了十几年不结婚 突然就结婚了 为什么 那其实我们两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到了 就是某一天就觉得 那我们去登记好了 去公证好了 那就去了 但是其实为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也没有一个线索 或是我们那天特别的恩爱 或是那天发生的事情什么 都没有 就后来就看到那个月亮好吧 那就把一切的责任 怪猪给月亮好了 就是这样来的 今天晚上刚好夜色太美 你太温柔 所以我们就结婚了 就这样 张宇跟十一郎 他们是国中就认识 那是几岁 十几岁 十五六岁 初恋吗 十二岁认识 十二岁认识 然后十七岁谈恋爱 对 几岁结婚 几岁结婚 好像是三十岁吧 对 十一郎老婆非常辛苦 因为 我今年累月都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那他其实一个人照顾家里面 还要照顾我的父亲 还要再照顾他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母亲 这样子 那其实承受了还蛮大的压力 他把他心里面浪漫的那一块 其实都放掉 然后就是为了照顾这个家里面 所以就希望也许一两年之后 我们要到处唱歌的时候 我会带着你一起去 那如果我们没有 那更好 你最喜欢到巴黎去 那我们就到巴黎去 住个半年一年都没有问题 好 有请我们的原唱歌诚 就位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轮对决了 我们两位磨唱歌手 和我们的原唱歌神 来到了第四环节的敬演 在我们音乐尖奏的部分 请问我们现场一百位 猜评团的成员就要开始投票了 投给认为 你认为是章语声音的那个号码 同样在这一轮当中 票数最低的那一位将会被淘汰 而我们票数相对高的那一位磨唱歌手 将会成为我们这一期的磨唱冠军 将与我们的原唱歌神进行荣耀合唱 并且有机会参加我们的年度盛典 谁是大歌神 竖起耳朵听 第四轮敬演 开始 都是你的错 请爱上我 让我不知不觉满足悲哀的虚荣 都是你的错 你对人的宠 是一种诱惑 都是你的错 在你的眼中 总是藏着让人有爱有怜的朦胧 都是你的错 你的痴情梦 像一个魔咒 是一种诱惑 被你爱过 还能为谁顺痛 我这人都是月亮热的火 那样的夜色太美丽 太温柔 在围在山岸之间 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我这人都是湿烟热的火 偏偏似倘若 你说来最动人 才怎么心如钢铁 就绕枝柔 怎样的心生已懂 会让两个人 那一生当成功 这一生当成功 好了 我们现场一百位猜评团的成员 请拿这个手上的投票 既成金投票 投给你认为 是章与声音的那个号码 请投票 3 2 1 投票结束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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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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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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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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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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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我觉得难分难减 所以你选的是二号 我真的也是因为张宇哥的那个第一句 就断定那个应该是第二个人 但是那个就是现在的张宇哥 特别有意思 刚看到我们的菜品团 一个个都是喜出颜开的 只有一个人 黑着一张脸就是我们的千千 千千 你选对了吗 我其实选的是三号 张浩特别像张宇老师 你基本上是听不出来的 所以我又选错了 我整场到现场步骑洪险 没有选对过 其他两个都真的太像了 太像了 这个没办法了 宇哥 这一轮你有压力吗 还好 已经到最后一轮了 淘汰了节目也录完了 最后一轮都已经挺到第四轮了 我们的原唱歌声 会不会被我们的魔唱歌手 无情地淘汰掉 结果即将揭晓 不过在这个时刻 要跟宇哥特别好好的来介绍一下 我们两位 特别有诚意的魔唱歌手 他们都是跟你有故事的 我们一位一位来 好不好 我们先从我们第一名 这一位 撕下你的胸牌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超级奶爸张宇 我的名字叫郑海龙 我来自东北的黑龙江 我有一个十四个月大的女儿 十四个月 所以我叫超级奶爸 对 自从我的女儿生下来开始 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的工作 全部都停掉 然后专门来照顾我的女儿 我现在最大的事业就是我的女儿 对 因为小孩子的童年 我觉得爸爸的陪伴很重要 其实做父亲这个角色 是从小孩子生出来之后 你才开始 开始学做父亲 因为你之前什么都不懂 张宇是一个对小孩子 心里面有要求说 他算是一个严父 两个小孩一个大的 现在十七岁 现在在美国念书 然后一个小的在台湾念书 我觉得当孩子落地的那个刹那 其实你会 你会觉得对他有一种责任 你知道吗 你除了疼他 爱他之外 你会觉得你希望他 最起码你要对得起你自己 不要成为别人的富蕾 这样子 所以我对他的教育 其实很严格的 那严格到我后来长大之后 非常的后悔 他那时候才一岁多的时候 我有一天非常开心 我就跟他玩 然后我说 来 告诉我 这里面有几台小汽车 他才一岁刚出头 他根本没有数字概念 他说 蛤 然后我就说 来 我拿爸爸数给你看 一 二 三 四 五 来 几台小汽车 两台 然后我突然就抓狂了 你知道吗 我是生个白痴 到底是谁白痴 江宇哥你要继续吃药 那么小的小孩 他能说两个已经很不错 到了到了 他有数字概念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的数学太好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怎么不会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真的是非常生气 然后我觉得失望到透顶了 然后 后来我老婆就 就跟我翻脸 我在这边公开的 向我大儿子说声抱歉 因为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那数学真的变得很不好 但是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我的责任 我会觉得说 很多事情只要我参与了 然后他就会失败 只要我参与了 太严厉了 他就失败 太严厉了 后来到慢慢之后 我就开始会体会说 我只要扮演一个 陪伴的角色就好了 今天我来这儿 来得挺职密 除了见到我音乐上的偶像 还学到了这么大孩子 我还知道 宇哥也是一个好爸爸 来 我身边这一位 也撕下你的名牌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五万岁章宇 我叫刘欣迪 五万岁 说说这个典故 那为什么叫五万岁章宇呢 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 是一个老年合唱团的 这个合唱指挥 我所接触过的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有很多很多一批一批的 他们的年龄差不多 加起来有五万岁这样子 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呢 是一个戏曲的学校 我会平时跟我的同学啊 他们会去学一些戏曲之类的 然后我就会唱给他们听 比如说老奶奶如果不开心的话 就会给他们唱一段这个 《金剧卖水》 有一段这样的 请早起来什么镜子找 书一个由头什么花鞊 脸上擦底是什么花粉 头顶的艳脂 是什么花红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 快點 快點 麻煩你再用章魚的聲音再唱 哈哈哈哈 請早起來 是不是請知道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 其實我超佩服這樣的人 人到一定的年紀之後 其實真的還蠻難相處的 其實他們卻正需要 人家常常的陪伴他們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給這個 掌聲鼓勵一下 記住一個非常棒的90後 非常非常年輕人 謝謝 當然接下來就要來揭曉結果了 因為我們票數相對較高的 那位磨唱歌手呢 就會獲得與我們原唱歌神 榮耀合唱的機會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磨唱冠軍到底是誰 有請三位 回到鏡眼門前就位 首先我們要來公佈的是 我們的原唱歌神 這一輪當中會不會 被淘汰了 二號門請出票 二號門請出票 三十五票 也不算高耶 因為三十五乘以三就一百零五 其實他 剛好在上下 三個人平分的狀況 平分 我們接下來 會把一號門和三號門的票數 同時揭曉 三 二 一 請出票 請出票 新年快樂 全場離開他 他卻拿著神話 說不著變的話 感情歌唱得更加尷尬 格桑拳幸福水 本栏目由西藏好水 5100格桑拳 独家冠名播出 请出票 恭喜我们的小龙 获得了34票 接下来我们的磨唱冠军 和我们的原唱歌声张瑜 要在这个舞台上 进行荣耀合唱 而这一首歌 是超级经典的羽翼之下 并且为了今天这个舞台 进行了重新的编曲 希望给你带来 耳目一新 但是同样经典的感受 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热唱角柑 然后去�唱 我的 wizard 这意思是 欸 突然様 甚至好了一大半 原来只是陪她玩耍 这首离开她 她却拿着鲜花 说不着便的话 让整个唱片更加尴尬 不可思议吧 梦在身前梦塌 为何当初那么傻 爱是想要交给她 就是爱到深处才认她 舍不舍得都乱了吧 那时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就是爱到深处才有她 睡了心也要放得下 那都忘了那爱她的伤 一一一八八 一一八八 一一八八 一一一八八 一一只下 去的牧山荣霞 爱从个屋檐下 家里恨真感到心在变化 不可思议吧 梦在瞬间崩塌 为何当初那么傻 爱情想要交给她 爱到深处才认她 舍不舍得都乱了吧 那时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就是爱到深处才有她 睡了心也要放得下 难道忘了她爱她的伤 一一八八 不要再为了她承担 不要再为她担心有关 今后不管她爱不爱谁 快乐吧 都是一场 让我们掌声有请原唱歌者登场 hydr 大歌神 竖起耳朵听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谁是大歌神也将在乐视视频 独家网络播出 敬请关注 让我们掌声有请原唱歌者登场 苏小宝 你来干嘛 你真的是 浪费大家时间 那我回家了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